欢迎大家收看我们赌博研究所 继续和大家来说 3月8日星期三跑马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连赢及位置Q的关 二穿三的 和大家买过关,买分两关 至于我们买到的第一关就是这一场第七场 这一场第七场就是我们的三班草里必兰12米的赛事 今场马上有12个马匹 马匹数量也不算太多 但是有些马就挺有实力的 今场马虽然马不算太多 但是有些马也是挺有实力的 就像这四号的实力派 这只实力派,叫实力派 其实它也挺有实力的 因为它最近是赢马的 还要上场它赢的赛事 都是说跑马地草地1200米的三班赛事 即是说跟未来这一场马一模一样的路程翻转 这一马上场先赢完跑马地草地1200米 未来又再去跑 一模一样的路程翻转和场地 所以未来这一场我觉得这一场实力派 其实肯定是说有机会的 对吧? 理论牌面这些马肯定是高的 因为同场 其实很多匹马都说 不是这么会跑的 对吧? 很多匹马最近都好像没有什么赛绩 而这只实力派 最近的第一 就是最好赛绩的那一场 在未来的一场 所以你也不要说这四号的实力派没有机会了 因为这只马 其实最近的第一 都算是一场很高水准的赛事 上场它对着的对手 都是说不差的 这只实力派上场 都是说赢到运高八斗 紫云兵 这些马肯定不差的 什么红运帝王 进宝 整个实力马 这只实力派上场都赢过了 所以未来的一场 我觉得这只马 其实是能够在 今场马 称得挺高的 这些马 真的很明显 是马如其名 有实力的马 所以这些马 我相信未来的这一场马 都很多人会选它 甚至是说 在看这条影片的大家 可能 其实心里都觉得 这只实力派要选到 是吧? 如果大家都觉得 这只实力派 选得过的 现在都不妨在下面留言 说下 你会选这只实力派 但是 老实和大家说 今场马 这只实力派 其实我不会选到它 虽然这只实力派 真的有实力 但是我觉得 其实未来的这一场马 九成又会做大热的 肯定背飞的 因为今次这一匹马 都是说 报民来对他骑 是吧? 报民这位骑士 都是一个 挺吸引的骑士 没有了潘顿的时候 很多时候 报民 都是做热门的 对吧? 所以这只实力派 来的这一场 九成都会做大热的了 如果他做大热 他背飞的话 我就不买他的了 因为 我觉得这只马 不值得 成为一只热门 如果报民骑士的话 因为大家看回 其实这只实力派 最近赢马 跑得好的那一场 是潘顿来对他骑的 是潘顿赢的 而不是报民 虽然 布民和潘顿 两位都是澳洲骑士 但是其实我认为 这两位骑士的发挥 阵上的发挥 其实都挺不同的 甚至是说 有时 潘顿骑得好的马匹 布民都未必是说 能够跑得好 就好像最近的赛马日 最近那个赛马日 其实报民都是说 执倒之好丑 都是说能够执倒 潘顿停赛 骑不到的马匹 就好像那只一绝 上场其实一绝 上过赛马日 其实一绝 都是说由 潘顿换了报民 而这一匹马 其实由潘顿骑的时候 是可以大胜回来的 潘顿骑这一绝 之前就是大胜很多马位 大家看看 简单看 一绝 潘顿骑到收了姜 抓住 回来大胜后面对手 但是 上过赛马日 一换了报民 上去之后 这只马又是跑第五 其实今季 报民都骑过这一绝 又是跑第四 表现都是不及潘顿的 所以就是说 潘顿换报民的马 有时都未必能够发挥得那么好 上过赛马日 但是 报民骑这一绝的时候 都是说 骑到又失车 又耐闪 这样的 去到400多米 这里的这一绝 灰灰顶色衣服 灰灰顶色衣服 没有的 这匹马就是他 你看到这个位置 转弯入直路 转弯入直路 你正常 它在这个位置 是吧 这条跑线 但是居然 报民就是说 控制不住这一绝 这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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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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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够跑过看 五回来 连头四都没有 这样 连头四都没有 这样 所以看这一绝 看得到 其实 有时候 潘顿 的马匹 潘顿赢了 的马匹 换报民都未必 能跑得出色 所以 这一场马 这个实力派 尽管最近状态好 最近真的够好 接着 换人 会不会又出事 又好像一绝 背着飞 到时又跑不出 第五 我觉得 真是压招了 所以 这些实力派 我说不买它 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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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意飞走这些大热门 不买 试一试同场的其他烂马 好过 我觉得同场 其实有些马 都叫做不差 金场马 都有得爆下 所以在金场 这些赛事 特意选择来买 特意选择一场 有得飞走大热门 的赛事 来买 博冷试一试 其他马 至于 今场我们第一只 会选择一对马匹 金场马 其实我想试一试 画像 试一试 何扎 这一只勇敢巨星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 马匹 选择一只 12号的勇敢巨星 为什么今次会选择 这一只马匹 我们先来看看 勇敢巨星的赛事 这一只勇敢巨星 在今季 跑了五场赛事 而这五场赛事 其实他做过一边 一个第二 两个第七 一个第八 成绩就是这样 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叫做不错 大家留意 其实当时他跑得好 的时候 他在四班里跑 跑马地草地千年 四班赛事 跑了一个第一 一个第二 然后上了三班 其实就没什么了 跑过第七 第八 而来的这一场 其实就不是跑四班赛 而是跑三班赛事 他跑三班 没有了 然后跑三班 但是为什么 我们都会选择他 是吧 这一只马 其实目前的平分 61分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 61分 意味着什么 其实61分 就是说 你跑到一场 三班赛事 如果你输了 他减分 的话 有机会就是减分 到四班里跑 所以 我相信这一批 勇敢巨星 在未来这一场 很多人都不会买 因为估计这一只马 就是说 可能他跑完这一场 减分 就减分下四班才来 去出击 是吧 因为这一只马在四班赛 当然是说 下四班跑好一点点 是吧 一般人的想法 都是这样的 但是 今次我们的做法 就不同了 尽管这一批 勇敢巨星 今次继续跑三班都好 我觉得这一只马 都要捉住 来去买 今次我拨他 在三班爆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我认为 这一只勇敢巨星 其实是一只 最近挺有状态的马匹 这只马 虽然在三班跑过第七 跑输毁了 还好像名字很差 但是事实上 我认为 这只勇敢巨星 最近的第七 不差 他在三班其实挺有料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起来看 这只勇敢巨星 上将的第七 如何跑出来 上场这只勇敢巨星 排了九档 12号马匹就是他 粉红格仔衫 粉红帽 这一批马 你看看 这只勇敢巨星 今场马 因为排九档的关系 所以 头段时间他被人顶 现在都顶在二三碟 大约是尾三 左右的位置 这只马 其实今场 跑得比较被动 了 去到转弯入直路 你看到这只马 其实都是说 蝎了 蝎了 它是说 拼到最出最外蝶 来跑的 差不多都成十蝶 但是 大家留意 这只勇敢巨星 最后的冲勢 尽管今场马 这只马 蝎了 禁外蝶 也好 最后都能够 以一个劲勢 后上大外蝶 这样 杀上来 冲近的马群 所以我认为 这只勇敢巨星 其实上场的 这些第七 是说 挺有状态的 绝对不差的 因为大家留意 他上场 对着哪些对手 上场 其实他对着的对手 是强组 这只马 上场对着的马 绝对不差的 它是说 输给 战虹三千 电器骑士 的爱心 顺势而非 荒唐武士 这些马 这只马 肯定不差的了 战虹三千 才是跑第一 但是第二 那些电器骑士 今场跑第二 再出他 一样能够跑第二 是吧 一样能够跑得好的 这只马 去到第二个组 都能够跑得好的 再看 对了 迪爱心 迪爱心 今场在这组 强组上面 跑第三 再出他什么成绩 这只马 再出在跑马的千二位三班 是赢马的 保重的 对吧 所以你其实看得到 今早的马匹 是很有实力的 尽势而非 这一匹马 今场跑第四 之后他再出跑第二 方唐武士 这一匹马 今场跑第五 他再出翼 是好成绩 翼是能够跑到第二 今季这一匹马 都两分 一个第二 成绩绝对不差 跑那些跑米 你千二 所以今场马 这一匹 勇敢巨星 是对着 整组 强组 跑 但居然 后上大外蝶 撒上来 跑到第七 所以我觉得 这些赛绩 真的假极有限 这一匹马 根本上在三班 我认为 他就是一匹有威胁的马 所以 这一场 他继续跑回 这三班的赛事 他认为 他是会出击的 这一匹马 是会出击 而不是说减分的 因为 今场马 这一匹勇敢巨星 都是说 继续用回 他的赢马 拍档何宅遥上去 今次是用何宅遥 来跑的 呂建威 是安排何宅遥 来跑的 而不是其他骑士 其实这匹马 说真的 你减分 你用何宅遥 何宅遥 何宅遥 归为 将一哥 大把马选 用何宅遥 用何宅遥 他的赢马拍档 所以我觉得 今次的目标 不是说减分 还有 再加上 大家留意 这匹勇敢巨星 最近的操练 其实 这匹勇敢巨星 最近的操练 都是积极到云 他跑完 跑完上场 这匹马 是说 被呂建威安排 上重化 来做操练 还要试货 杂 才再跑 而这匹货 他使得挺好的 跑第二 所以很明显 在杂上 都看到他有状态 这匹马 不是一匹 真的这么差的马 最近 也是说 何宅遥 所以我觉得 这匹马 今次 上得重化 还要试货 其实都摆明 是想和你来了 不是这么简单 因为这匹马 其实 他在今季 都没有上过重化 你看他 有没有做过 这些操练 其实是说 没有的 这次 其实他是说 特意 变一变 想一想重化 试货 才是说 再出来和你跑 所以我觉得 今场马 他就是说 想突击你 个个以为 这匹马 他偏不是减分 偏偏就在三班 背到最轻绑的 来出击 是吧 我觉得 绝对有可能的 这次 还要排着个二档 漂亮档 来跑 所以我认为 这匹马 也是说 有得爆一下 所以今场马 我们第一匹马匹 就是薄懒 来试一试 试一试 十二奥的勇敢巨星 看看今场马 他会不会是说 留在三班 只有你一场 不减分落班 好了 说完 今场我们第一匹 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说回 我们第二匹 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匹 会选择的 想选择 一号的 越晋之己 为何今次 会选择 越晋之己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我认为 越晋之己 也是一匹 跑马地草 千二米三分赛事 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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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力的马匹 基本上 你看看越晋之己 的赛绩 今季有六场 跑马地草 千二米三分赛事 而他做出来的成绩 就是两边 两个第二 一个第五 一个第六 基本上 其实他 很多场 跑近的 其实成绩是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看越晋之己 上将的第五 是如何跑出来的 其实上场的越晋之己 都是说有少少失车的情况 越晋之己 就是这里的四号马匹 子三子母 的这一匹马 就是他 我们一起看看越晋之己 今场赛明示 是如何发现 投赛时间 越晋之己 就是这一匹 就是说留在第七 第八 位置 基本上 今场他沿道 都是说这样走的 这样来到他留的 之后 去到转弯 入直路 这只越晋之己 就打算在外面 望空来冲 但是无奈地 其实他被前面 那只马 就挡住了他的跑线 对吧 刚才被他前面 那只马 挡住了他的跑线 外面那只马 又是说有少少少夹夹 他 那便导致了 现在这只马 越晋之己 这一刻 是不能够 望空的 那这只越晋之己 要再慢慢 移出去 那望空 来到他冲 那才是说 能够望空得到 对吧 去到现在这一刻 这只马 才是说真正 望空到 来到他冲 来到他冲 但其实 都已经是说太迟了 因为前面那些马 已经是说 戴脱了 人家一早 已经是说 所以这只越晋之己 最终 只能够 跑过第五 所以我认为 这只越晋之己 其实上场输 都是说 有原因的 就是说 那一道 这个位置 搞了一轮 那 望空 不是说 要慢慢移出去 这样 才是说 导致了 这只越晋之己 当时就输毁了 最终跑过第五 所以 未来这一场马 这只越晋之己 再出 我觉得是说 要买回的了 因为今季这只马 都叫做 两边两个第二 由蔡明少 骑驼的时候 他在今季 都是说 两边一个第二 一个第二 一个大五 基本上 他的入匹率 非常之高 跑了四场 就已经是说 有三场 能够入得到匹 所以 未来这一场 再出 再游回蔡明少 来跑 我觉得这只马 也是说 可以来买回 再加上 今场马 其实都有别于上场 其实上场 这只越晋之己 都是说 冲箭的 冲冲再出 2月1号 跑完 2月8号 就已经再出 隔了七天 但是今次 其实这只马 都不同 今次这只马 就是说 隔了一个月 才再跑 隔了一个月 才再跑 所以我认为 效果 都是说 有点不同 今次 就排分 凌档七档 来跑 配分 赢马拍档 蔡明少 打完王牌 所以我们第二 会选到的马匹 都选到一只 越晋之己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头两只会选择到的马匹 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第三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三只会选到的 就想选择这只11号的 有心有型 来去买 为何今次会选择这只马匹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 看到这只有心有型 最近的表现是不差 最近他跑了一场跑 12米的三班赛事 用马鞋来骑 当时就说能够跑到第三 而你看他这个第三 其实这只马 这只有心有型 当时的第三 他说追很多 有心有型 就是这里的这只 中间 现在大约是 第三四碟左右 来跑的 黄衣蓝帽 的这匹马就是他 现在他走到 第三四碟 尾四左右的位置 12号马匹就是他 今场马的头段时间 你能看到 他也是在走这些位置 其实这只有心有型 今场也是说比较亏的 一路走着三碟 来跑的 对吧 之后去到转弯 入直路 这只有心有型 更加乘出 在外碟 来冲 现在到270多米 260米 其实这只有心有型 还没看空到 对吧 还塞塞地车 被前面那只挡住了 他要再移出去 移到这个位置 来看空 但当他移到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剩下200米了 只剩下200米 让他来冲 但是 居然这只有心有型 都照样能够后想 以一个很厉害 一个很强的冲勢 就是这样 撒上来跑第三 看得到他上场冲得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 这只有心有型 其实上场的表现 是说不差的 基本上 他是上场冲得最好的马力 差不多 因为 他都是在这些 很厚很被动的位置 真是 全场最是禁制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 最近也是说 挺有状态的 跑马力出的三分赛事 接下来这场马 又再跑分这些 跑马力出的三分千二米赛事 排分成一个 漂亮档五档来跑 什么分成一个 轻磅 我觉得也是说 可以注意它 这些马 随时 有什么分成一个 轻磅 在三班 偷你的鸡都不出奇 所以今场 我们第三个会 选到的马法 选到这只11号的 有心有型 好了 那说完 过关的第一关 就来说回 我们的第二关 我们的第二关 就会买到 这场的第二场 这场第二场 是我们的 五班草里必兰 一千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马上 其实我们一早 就已经出了 一条单Q给大家 那系列的影片 就叫做 单Q一窗过 即是说 螢光幕上 现在的这张图片 基本上 大家只需要去我们的 channel里 按这一条影片 又或者 按右上角 好像Iz的提示 就可以找到 我们单Q一窗过 这个系列的那条影片 那在单Q一窗过 这条影片里面 基本上 有我们的详细分析 那我们会说 这一场马上 我们会买 哪两只马匹 以及 为什么我们会买 这两匹马 那如果未看的朋友 可以来到去看 至于今次我们的投注策略 是怎么样 我们会怎么样 买这条过关 基本上 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买 连赢 及 位置Q 这个彩池 之后 买回过关方式 二穿三 将两关的马匹 来到去 到一条二穿三的过关 就可以了 是的 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不妨试一试这条过关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在这里祝大家 赢多点 这条片就来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